我们今天生性业果的部分呢 我们要学习的是释迦世尊 他过去生 很认真的 孝顺父母的难行苦行的 孝顺的事迹跟功德 这是在《杂宝藏经》的第一卷第二则 《杂宝藏经》的第一卷第二则 题目是 王子以肉继父母缘 王子以肉继父母缘 那个时候呢 佛陀在色谓国 然后佛陀的侍者阿难尊者 他进城托波起食的时候呢 他发现有一个小孩子 小乞丐 他的父母亲眼睛都看不见了 这个小乞丐非常的孝顺 他去街上乞讨的时候呢 他只要乞讨到好的食物 他就供养父母亲 自己都吃不好的 然后阿难尊者看得非常感动 回来就跟侍尊启白 说在路上看到一个小乞丐 非常的孝顺 非常的难得 他千辛万苦地去祈祷 他祈祷到好的东西呢 都会供养父母亲 父母亲眼睛看不见 然后自己呢 挑坏的吃这样 然后佛陀说 这固然是很好 但是还不是最难得的 我在过去生当中呢 我孝顺供养父母的行为 要比这个难得太多了 这样 然后呢 阿难就很英重地 祈求佛陀 能够宣说过去生孝顺父母的事迹 那佛陀就先说了第一个 他说过去无量节的时候呢 有一位南瞻部州的国王 他有六个儿子 六个儿子都各分封给他们一个小国家 做小国王 然后呢 这个国王有一位大臣呢 权力很大 但是心怀不轨 他就用计谋杀了这个大国王 跟其他的五个王子 然后第六个王子也统领一个小国 然后当他的父亲跟五个兄长遇害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特别有鬼神 跑过来通知这个小王子 跟他说你的父亲跟你五个兄弟 已经被这个大臣害了 而且他集合了全国的军队 现在就要准备来攻打伤害你这样 然后这个小王子非常的人词啊 他想一个是父亲跟五个兄弟已经被害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说 真的举国的军队来打呢 他这个小国的人民又要遭受苦难了 他就下定决心 那我就逃亡就好了 回到家里之后呢 因为这个事情压力很大 那他太太就一直问他怎么回事 他本来是说这个是国家军国大事 我不会跟你讲的这样 但是他太太跟他讲说 我们是夫妻生死与共 你现在压力跟痛苦这么大 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好那小王子就一五一十跟他说了 那夫妻两个就决定带着自己的小儿子 一起要赶快逃到其他的国家去逃命这样 然后呢但是呢 他们中间把路途认错了 因为人分地不熟嘛 把路途认错了 所以本来预计七天就可以赶到另外一个国家 准备了七天的粮食啊 因为迷路的关系十天都没有到 这个时候已经所有的粮食都用尽了 筋疲力竭非常的痛苦 而且就在这个荒野里面迷路了 那个时候这个王子他就想 他说我们这个一家三口在这边都非常非常的痛苦 好那不如说牺牲一个人 好让另外两个人还可以活下来 好那那时候他就动了念头 他就拿剑准备要去杀他的妻子 干嘛呢就是没办法要拿肉来吃 让他跟他儿子可以活得下来这样 然后呢儿子很聪明 在旁边看到父亲的动向 知道父亲要这样做 儿子就出来劝阻父亲说 千万不要杀我的母亲 好你可以吃我的肉 然后让父母留下来 这是我很想进的孝道这样子 千万不要这样 那个时候那个小孩在七岁而已 好说千万不要伤害母亲 我想进我的孝道 你可以杀了我吃我的肉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父亲也非常的痛苦啊 但后来他就决定听这儿子的话 其实我觉得因为这个儿子是菩萨化身啊 他父母亲也应该是被这个菩萨多生多世色受的友情啊 所以才会那么听话 他就拿了剑准备朝向他儿子 他儿子就跟他父亲讲说 不要把我一次杀死 杀死了之后呢 我师弟很快就腐坏了 肉就不能吃了 你们也不知道能不能撑那么多天可以找到那个国家 所以儿子就跟父亲讲说 一天削我身上一点肉这样吃 这样我还活着肉也还新鲜 然后这样子我们可以撑得更久 好说不定父母亲大人你们就可以顺利的逃到那个你们要投奔的国家这样 好那父亲也没办法就照了儿子的话 就三个人继续赶路 然后路上呢就把儿子身上的肉一点一点的削下来 一天吃一点一天吃一点 这样也是赶了很久 到最后呢 儿子身上只剩下一点点肉了这样 然后他就跟他父亲讲 把这一点肉呢分成三份 您跟母亲各吃一份 另外一份留给我这样 然后因为我现在全身都已经没有肉 只剩骨骼了这样 你们也没办法带我走 就把我放下来 把那个最后一份肉留给我这样 然后父母亲非常的难受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方法 好就把儿子放下来 把那一剩的那一份肉给他 然后父母亲就继续往前赶路这样 这个时候呢 那儿子这个笑形呢 让帝氏天王的宫殿 都感到震动 就人间有人有特别强大的 善愿跟善行的时候 帝氏天王的宝座跟宫殿就会震动啊 帝氏天王就特别下凡 来看一看发生什么事 他看到这个儿子这么伟大的 这个割自己身上的肉 然后去救活父母亲的这种善行之后呢 就特别问这个小孩 说你这样做 现在一定身心非常的痛苦啊 你心里会不会有任何悔恨 他说绝对不可能有任何悔恨 我能够这个救活父母亲的命 敬我的孝道 这是我的心愿这样 然后帝氏天王就说 你全身都在战斗 你怎么会没有悔恨呢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呢 小孩子就很认真的发誓 如果我没有半点悔恨之心呢 我全身的伤痕马上就恢复 如果我有任何丝毫的悔恨之心呢 我现在马上就命中这样 结果他很认真的发完誓之后呢 不退转菩萨的特征 全身的伤痕马上恢复 变得非常健壮这样 然后帝氏天王非常的敬佩 就用神通把这个小孩带起来 送到他父母那边 因为那时候他父母也找到了 那个要投奔的国王了 然后父母亲看到小孩 这么完整健康的回来 非常非常的高兴 喜不自身痛哭流涕 然后那个他们投奔的国王 知道这个小孩这么了不起的善行 也非常非常的敬佩 然后就把他整个国家 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把他整个国家的军队交给这个第六个王子 然后让他率领军队回去收复了他父亲的国家这样 然后之后呢就传位给这个小孩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小孩当上国王之后呢 帝氏天王也因为很佩服他的关系 就一直暗中帮助他 增长他的力量跟威势 最后这个小孩就成了整个南战部州的国王 然后释迦牟尼佛说 这就是我的一个前世这样 然后呢 释迦牟尼佛就继续讲了第二个 他过去生孝顺的例子 其实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听到二十四孝里面 那个谭子的故事 其实这个就是佛经里面佛陀自己真实的本身故事 他说那时候九眼节以前呢 那个时候有一个国家的森林里面呢 住了一个隐居的仙人叫谭摩家 谭摩家的父母亲也是年纪非常大了 眼睛都看不见了这样 谭摩家每天就去深山里面 采这些非常新鲜的猪果 还有新鲜的泉水呢 然后供养这个双目失明的父母亲 然后把他们照顾的很好 结果有一天呢 谭摩家在森林里面采果的时候跟鹿群在一起 然后那个时候 那个国家的国王去打猎 他远远看到鹿群就射箭 以为是鹿纵箭了 结果突然听到人的声音 说哎呀糟糕 这一支毒箭会害死三个人的命这样 国王一听大惊失射 赶快跑过来看 发现说他的毒箭射到了一个人身上 没有射到鹿身上这样 然后因为是毒箭毒性发作的关系呢 谭摩家马上就要命中了 然后呢 国王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会说一个毒箭夺走了三个人的命 然后国王就突然想到了 跟他说 我记得我们的森林里面 隐居了一个仙人叫谭摩家 在侍奉他的双目失明的父母亲 请问你是不是就是谭摩家 谭摩家那时候就跟他说 对我就是这样 但是我快要不久于人世了 那请你帮忙 一定要照顾我的父母亲 请他们不要伤悲 后来国王就赶快赶到谭摩家的家里 那个茅屋里面 去找他的父母亲家 然后父母亲那时候也 就在谭摩家遇害的那个时候呢 父母亲身心也非常的不安 有很多征兆出现 所以听到一个来人的声音 那个声音不像谭摩家的声音 父母亲就问说 那您是谁 他说我是国王 然后呢 父母亲说 那国王您大驾光临啊 如果是我儿子在 他一定会从深山里面 采很多这个新鲜的水果来这个供养招待您 那我儿子现在去深山里面采果给我们吃 还没回来 那国王那时候听了也痛哭流涕 跪在他们面前 跟他们说 我不小心用毒箭打猎的时候 射中了你的儿子 那我现在甘愿做你们的儿子来奉养你们 请你们不要丧悲的 然后呢 父母亲听到当然非常非常难过 但他们还是非常有礼貌 他们跟国王讲说 虽然你有这样的心意 但是我们的儿子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比你的 这样 求你带我们去我们儿子身边 我们两位即使是跟他一起死了 我们也觉得心甘情愿 非常的高兴 这样 然后呢 国王没办法就把他们带到谭摩家的身边 那时候谭摩家已经完全奄奄一息了 就是没办法救回来了 这样 然后父母亲就非常的难过 大声的哭喊 一直喊天神 树神 地神 山神 河神 所有的鬼神 你们为什么不帮助我的儿子 他这么孝顺 照顾了我们这么久 这么好的一个儿子 这么善良的一个儿子 你们为什么不救他 不帮他 然后因为父母亲呼嚎的那个声音 非常的震撼人心 发自内心的这种 这个呼嚎的哀嚎 非常的震撼人心 连第四天王的宝座都震动了 第四天王用天耳听到他父母亲的呼喊 就下凡 来到谭摩家先人的身边 然后问他说 你遭遇到这样子的苦害 你心里有没有任何悔恨 他就说没有 我对国王没有任何怨恨之心 然后第四天王说你怎么证明呢 那谭摩家就发誓了 说我有任何一丝怨恨之心呢 我马上就是独发命中这样 如果我没有任何一丝怨恨之心的话呢 这个独剑会自己出来 我全身的伤也可以马上复原这样 一发誓完之后 独剑就自己出来 全身的伤也马上就复原 好那国王看到这一切 就非常非常的感动 受了谭摩家的教化呢 他回到王宫之后 他就下令全国百姓一定要认真的 对父母亲行孝道 然后佛陀说当时呢 我的父亲就是现在的敬范王 我的母亲就是现在的摩爷夫人 好那当时的国王呢 就是摄利佛 现在的摄利佛尊者 当时的帝世天王呢 就是摩赫家设尊者 好这就是佛陀过去生的孝行的故事 所以为什么佛法里面 佛陀也一直在教导我们要孝顺呢 尤其是 佛菩萨他们行菩萨道的时候 那种孝行呢 好就是我们世间人的孝行 远远没有办法赶上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殊胜孝行 这样积聚的殊胜之良呢 才让他们这么快成佛的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 学习的生性业果的部分 那么不思议 你看多久也有什么事 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也认识在这里 我们现在这里有什么事